第英姊妹,心灵珍宝今天的主题是 从恩信而活,去到以神为乐的高峰。 二人必恩信得身,是哈巴谷书的虐节。 无信心,就无下文。 有信心,今生永恒都有前景。 哈巴谷因为信,整个人扭转,因为心思改变, 能够与主同心、同供、同想,所以心能够安息。 我们这个人和我们的心是最重要。 我们应该带着最荣耀的自己和最荣耀的心灵去见主。 哈巴谷这个名字的意思是 永抱。 我们用信心,永抱神的爱, 永抱完美的救恩和月纳, 以神为乐, 这个就是高峰。 保罗隐忍了这些圣经三次,很重要的。 所以圣经是哈巴谷若节,二人必恩信得身。 要不然,什么都没有了, 没有下文。 但是如果有信心,就是今生有前景。 终极永恒都有前景。 所以第三章,哈巴谷整个不同了。 圣经说,我们心以今生,就能有变化。 你心思变化了, 你心思应该是看见神给你看见的东西。 绑神是同想, 不是世界创造的那些价值观。 世界无希望的东西, 只有肉眼看见的那些暂时, 很表面的东西。 你看见那真东西。 我们不要给那些这么表面的东西。 人就只有身体, 不只是物质, 这么表面的东西。 不单只是教育, 一般世界上的教育, 什么心理学, 什么东西, 我超过的。 最真的是心, 你的灵魂里面最重要。 你自己本身。 不是你的表面东西。 你这个人是怎样的。 因为你会带着你这个人, 经过今生, 也会去到永恒。 最重要你这个人是怎样的。 你的心是怎样的。 你的心是不是真是快乐的呢? 你现在是不是真是有爱呢? 有信,有望。 一旦被很多东西在那里烦着你, 被人引诱你, 心经常矛盾, 拉扯, 心不平安。 当然, 你的人明明要, 你的生命明明要。 因为你带着心经过今生, 面对一切。 如果你的生命不够, 你就很痛苦。 你带着你, 你怎样能入到永恒呢? 那今天哪个弟兄姊妹呢? 去了诸道呢? 她就带着她自己。 最重要是她自己, 不能拿任何东西去。 那未信那些, 她不能拿个豪宅走。 正如说, 赤身而来, 赤身归回。 但是我们不是一样的了, 我们的灵魂不同了。 我应该有个判斥给你最荣耀的心灵, 最荣耀的自己, 去见她。 我是荣耀的, 站在她面前, 我这人是荣耀的。 这才是最有价值的。 在地上, 你的心是最荣耀, 最爱主的, 接你去。 被主救回来, 有些其他物质, 各种的东西, 有什么用呢? 救回来的时候, 你拿什么给她? 那你在地上, 我们就能帮到多少人, 认识她, 爱她。 不是, 你见主, 你要抽头去走, 但是你要帮那些人, 你要救的人, 所以使她永存的。 其他物质, 照着带她上去。 你和李叔邦的人, 那些是永存的。 其他世界上, 他拿什么去, 我问你, 拿上去有没有用呢? 你拿个豪杂上去, 那些人就说, 有没有搞错? 市场有这么多人, 要你这些物质? 市场有什么用呢? 市场有什么用呢? 世上没有用。 你要带着你自己, 最荣耀的你自己, 和李叔帮他人, 他们都会将来上去主导。 这是永恒的。 教会是永恒的。 所以, 你帮到那些大英子的心灵。 那, 价值一方, 他能够救更多人。 虽然不是你救, 但是你帮到他救。 这些, 就是不会失落的。 所以, 今天我们不会失落。 也就是我们在地上, 为主宿做的那些, 不会徒然的。 所以, 正常说, 在他里面的奴虎, 是不会徒然的。 今天, 现在人在这里, 王这样, 王那样, 全部都是最后空的。 但是我们在主要里面的奴虎, 我帮同心, 帮同工的那些, 不会徒然。 不过说得很清楚。 而受害的苦都不徒然, 变成了极重无比, 永恶的永恶。 所以, 能够快乐。 在第三章, 现在合一局, 他知道未来是这个救冤枉, 但是他的心里有一种安息, 他能够起图。 就是国家冤枉都是暂时的, 他都回归, 就是还有前景的。 一个人, 如果看不到前景, 是很难生活的。 所以, 下方局变成了一个盼望, 又信心的人生。 神要他将写下来, 让人家容易读。 你和我, 应该从那本书吸收那些。 现在环境, 在下方局的情况, 没有了分别。 然后, 你便看到那些强权, 那些强暴, 欺压人, 各种罪恶。 有些拜奥仗, 其实很多人都要拜奥仗, 相信那些异教。 就算不是那些, 无神论, 他都在那里, 以拔质做神而已。 所以说那些人以土福做神。 那时候很多人, 吃吃吃, 实际都是拜奥仗。 所以说贪男, 就是拜奥仗。 实际都是拜奥仗。 实际都是透过《七言災难》, 来对付这些罪恶的世界罪恶。 为着《天年国铺路》。 浪卫书第一章, 看看。 这个都是我们生活, 唯一的路, 我不怕什么。 没有另一条路, 一定是信仰而已。 欺败书, 特别是讲这方面, 很重。 有人讲成功, 这才是真正的成功。 每个人都应该信。 今天, 你都没有其他路, 不信是恶心来。 那你虽然想得主, 但你想更荣誉一点, 你都要从这条路继续埋盡才行。 魔鬼举控告我们的目的, 就是想打击个信心而已。 你一用信心一招, 让他立即倒下来。 今天, 如果你想更荣誉, 你只要在信心里面更突破, 就知道。 要不然是被他压住的, 被他们, 用控告等等。 让你不够尽向那个完全的越南。 你虽然主, 射不射, 但你是不是真的完全射不射? 完全, 一点影响都没有。 即是, 在你帮神中间关系, 一点影响都没有。 神会因着你任何失败, 减少我们的心。 你因为信心, 你入到医药里面再说, 神不再建民的罪牵。 因为神的血, 他真的担当你所里的罪, 解决了。 我们要用信心, 坦然地入到智性所里面。 如果再觉得神, 因为你过去有些东西, 不爱你, 你有信心那里, 未够。 你未有进享, 主于未够人那种功效。 那你在想起敗尽, 你性的时候, 有些恐怖, 搞要你的心, 你才能够拥抱。 黑不菊呢, 我的名字是很宝贵的, 黑不菊的意思就是拥抱。 这个终极的意思就是, 我们好像阿波国有信心, 所以他能够起落。 那我们应该是一个拥抱的人。 第一, 怎样可以拥抱神? 拥抱神他的爱。 用信心。 信心的拥抱, 神自己的一份爱。 就是拥抱主为我流血带来的一个, 这么完美的救人。 无论我过去多少失败也好, 正下的书说, 中水不能避免, 大水不能避免, 减少了一粒陈的爱。 因为他说我死的时候, 他已经知道我一生的事。 他不过我少一点。 神一定尽他一切爱你, 要不然他不会吩咐你尽他一切爱他。 他叫你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他以前, 他一定尽心爱你。 神说得很清楚, 没有人先给他, 他后来上买。 你没有人先尽他, 你没有人先尽他, 他才会爱你。 他叫你尽心爱他, 他一定尽心, 他尽心尽他一切。 所以完全没有保留的, 完全没有保留。 不会有需要打折扣。 难道你过去有些失败, 神就差一点点不尽了? 不会啊。 魔鬼一直要看自己, 看你过去失败, 他什么是在专注那些。 他为了打击你的信心。 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已经了解了信心的人。 你信心要拥抱主大臂力, 完美的救恩。 那个完美越南来的。 他不单越南来的, 他还是怨慕你, 那你信不信呢? 你还觉得他有差一点点, 没有莫力。 因为你过去失败了一段药。 就是他因我心惊乱。 这个名字, 在我来说就是, 我用勇敢信心, 拥抱主他自己, 他这份情爱。 他说他完美的救恩。 所以我能够深上那份爱, 入到那个心经力他那里。 能够怎样? 我有默然爱他的爱, 即是被吸引到, 他人静在那里。 好享受, 回应他那份默然的爱我。 我这个就是高峰。 这个恩怨如活, 一直以神为乐我去。 现在去到高峰, 拥抱神和他完美的救恩, 完美越南。 我拥抱神, 就是神和你安排的一切。 他需要慢时效力。 就算有试验也好, 都生成精金。 我最重要的是, 拥抱神对你那份爱, 那份爱, 那份情爱。 雅哥书所说的那些。 台六九封十五章, 《阿爸那种对你的爱》。 你看, 那爸爸, 那儿子想认罪啊。 他现在在那里, 年年亲嘴啊。 直化到, 简直要陪他回去。 年年亲嘴, 他不会亲少一口。 我信心就是要拥抱神, 再有一份爱, 对我们。 那一幅瑕疵的爱, 没有一粒尘的折扣的爱。 它是尽心我们先。 同样, 凡事者因。 那我当然, 我也是, 可以说是拥抱弟兄姊妹。 即是我们, 爱每个弟兄姊妹, 就是接纳她们, 在世界。 爱回神, 爱回世界。 就是贪了世界一种? 他的名字拥抱了, 在我来说, 最重要的是, 拥抱神。 神拥抱我们。 你看看《阿哥书》。 他左手在他的头下, 右手把他抱住。 说了一大三字多。 神拥抱我们的神。 还咬着看到, 神拥抱我们。 同时, 父亲拥抱那个狼子, 帮年亲他。 很贵。 神拥抱我们的神。 他拥抱是完全的。 祝他要弄 AMP 。 神拥抱TEE痛按门一 scripture。 よい McG Vale 。 God опер 了! aya c p으�、 神拥抱また来。 神拥抱又是完美的渠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